杜先生, 为什么这么闷闷不落啊? 我没事 唉, 你要学我这样, 有空做多些运动, 洗滴心灵的嘛 我不是要这些啊! 我要玩旗舰机, 我要拍模特儿啊! 那就对了, 我刚刚又借了一部旗舰机, 还约了模特儿拍她跳舞 哪个模特儿还会跳舞这么厉害啊? 就是阿坚啊! 哪个阿坚啊? Fujifilm X-H2S 用了全新研发的2600万像素 X-Trans CMOS 5HS 层叠式感光元件 听厂方说会带给用家有前所未有的速度感 追焦连拍、对焦和摄录功能都有大大提升 小姨妹这么动静佳怡, 由摄影、唱歌、Cosplay 到打拳、跳舞各样有 不知道 X-H2S 又能够捕捉到她今天这么有活力的一面呢?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我试速度不打着呢? 不如等我下次借一支15-600来 才和大家慢慢玩打着吧 今次我就想focus在一些 在生活上又有速度感的题材 来和大家慢慢玩 现在就等我用40fps来打响头炮先 听听他的快门声 其实这个是我扮的 真正的快门声在这里 由于每秒40张的连拍是用电子快门 所以其实就没有快门声 不过机里面都预设了几种快门声 任君选择 其实市面APS格式的旗舰级机种并不是这么多 以前就算有 都没有一部可以做到每秒40格的RAW连拍 而且还有追焦 对啊 就算是现在的旗舰级无反 都不是每部都做到这个连拍速度 而且在APS-C里面 就只有她一部才做到 那究竟她的效果是怎样的? 想知道 那我们就要有请小师妹出场 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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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再次看到过来的 对手张开一点的 好 准备 好 1 2 3 好真实啊 她的连拍速度 直接是爽快 那些声音 好爽啊 她连拍最强的点 就是无论任何连拍张数 都是零财切全像数输出 而且她的对焦 就真的比上一代好很多 我是用XT3的平时 但是这一代呢 她的框啊 又真是咬得住主体的 令到你觉得这部机 她是可以信赖她对焦的 一向来说 用电子快门呢 都很多限制 例如用不到闪光灯 但是听说 今次这部机呢 不单止用电子快门的时候 还可以用到闪光灯 还可以用连拍 同时三样东西一起做 到底这么复杂的环境 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今次我连闪光灯都带来了 现在我就连了闪光灯 在前面也是 但是呢 因为40格 她就不会支援闪光灯 最多就是15格 所以我就设置它15格 看看这个高速连拍闪光灯 再加电子快门有什么效果 在电子快门之下 最高的闪灯同步速度 竟然可以去到125分之1秒 我们如果用Menu输出的话 机械快门的同步速度 还可以去到320分之1秒 比起TTL闪灯的250分之1秒 还再高一点 我们得出的结果就是 闪光灯 再加电子快门 再加高速连拍 其实是可行的 当然啦 你知道闪光灯的力度要再大一点 我也是副示用家 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她的副示式 和frame simulation 而且她最近还新加入了 Nostalgia Negative Team 果然是副示用家 今次我又学多个新英文 我个人已经准备好了 看这么多书包 不就是想我们帮你拍照PoI-Z 现在在致命桥这里的环境 因为我自己没有带主动式照明 用窗光 但是窗打进来的光 窗那边就太亮了 我想要多些细节 我就会用FUSI DR400的效果 令到高光位的细节 才能够出来 另外这支5140 我当然是拿尽自明桥的压缩感 1 2 3 OK 看看刚才跌落地的 不可以这样 刚刚摆了自己的画面 是的 要是你个人要再側向那边 那你的手就会向后面多一点 讲开highlight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富士相机的中文菜单 有些字的翻译真的奇怪 例如highlight 很多时候我们会叫做亮布 或者高光 但是它就叫做强调 但是都比XH1的菜单好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F日子呢 即是Flog 幸好XH2S和近期的新机 都写回英文Flog 而不是写F滚木 给我 拍完照 当然要看看效果如何 先 首先和大家看看它的连拍效果 每秒40张 太方便了 因为以前要拍这些连续的动作 捕捉它跳到最高的一刻 以前是比较麻烦 可能拍很多次才行 但今次我只是一次就完成了 今次新称了一个虎泊色 大家看到它的肤色上面 是会黄一点 就没有用classic chrome 那么红 对于不同的朋友来说 可能就会比较喜欢这颗色 因为太红 未必每个人都会喜欢 接着这一张 和大家放大一点头发和眼睛 非常晒 始终这部机 都是用X-Trans 是无低音声器 配合富士本身 X-X系列的镜头 差不多GZ 都很sharp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眼睛和头发 都是sharp到戒眼 今次新机给我一个惊喜 就是它的高ISO表现 再有进步 因为它的像素 和上一代是一样 但是它高ISO的表现 就更加好 大家看好这张ISO 6400影的照片 因为当时的光度就不够 但是又需要高速的快门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在一个曝光的情况下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 任何 noise 的问题出现 接着这张照片 和大家看看 这个高反差的情况下 拍摄 因为本身模特 是没有任何照明 原相是非常暗的 但是外面是一个大背光 很轻松就可以 把两边的光差 拉到很接近 而且出来的色彩 还非常自然 它这张新感觉 给大家其中一个好处 当然一向富士的XTrans感觉 都有这个好处 整体来说 你会看到 它无论速度 和质素上的平衡 都做得非常之好 其实除了规格之外 这部新机 在操作上的设计 亦都比较贴近 一些专业级的机种 例如GFX100SR那类 是 没错 因为它的设计 其实就是 给一些专业用户 它的操作 其实很直观 因为它有ISO 键 有Way Balance 键 还有几个功能键 其实它如果用其他相机 一上手就会立即用得到 而相对 它自己的XT或X Pro系列 那些比较古味重一点的机种 那些相机就换味重一点 所以这部相机 就真的更加适合一些专业用家 相机就试完了 那拍片又有没有旗舰呢 拍片当然是厉害 比上一代有大提升 说到拍片 即是跟旗舰级看齐 看下个设计 有6.2K 30p 和4K 120p的高规格录影 又有8bit H264 10bit H265 ProRes 422 基本上所有拍片的格式都齐了 而且动物、人类、交通工具 等等的识别功能都有 拍不同的主体都很方便 我们就试一下把Akina收录 在6.2K里面 由于6.2K的比例是3比2 外出时可以做16比9 这样就可以有更加多的裁切空间 看下它的Rolling shutter表现 其实在它的堆叠式CMOS的加成之下 它的读写速度快了很多 所以画面上方和下方的时限都非常小 还有它的4K可以最高到120p 因为我们用25p出的 所以我们用100p 用了这个慢动作之后 就可以欣赏到又高质又唯美的画面 1.2.3.4.5.6.8.1.2.3.4. 我不记得了 你们好妖怪 这班学生都不听话 Akina跳舞真的太好看了 好棒 我不常进 我不常进 另外XH2S内置的五軸机身防震功能 手持拍摄follow shot都没问题 刚刚我没有开到影像稳定功能提升模式 因为这个功能如果你开了的话 是适合你没有脚架的时候 手持扮脚架的时候用的 但规格那么厉害 那拍法会不会很容易过热的 你用了它整天 你觉得它比较过热 还是我比较过热 就是我比较过热 而且它还有它的散热风扇 就更加不用怕它过热 那倒是 当然啦 部机始终也有些东西去谈一下 例如都是那些老问题 哎呀 那些老问题 例如你屏幕声音的时候 会卡住屏幕 即是耳筒插进去 都顶着屏幕的角度 会受到限制 还有另一样东西 就是它一直都受着镜头本身设计限制 有些镜子脱掉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光圈环和对焦环都会松 很难脱开镜子 哎呀 是啊 不过呢 有样东西真的要赞的 即是它现在新机 那个相机带扣呢 再不是那三角形 在那里吊吊吊 哇 这样真的实际很多 不会啊 即是就来就去的杂音了 这次的拍摄算不就是最花体力的一次 我觉得都算的 不过这次的稿呢 其实对我来说很友善 因为要记的稿不多 主要只是跳舞 但我想说呢 我看到这份稿里面 其实我一看是开心的 有提到我 喜欢唱歌 cosplay 摄影大家都知道 连我有打拳 还有去跳舞 都知道 我想知道是谁的 我 哇 你很好啊 你有留意我的东西 你很好啊 我的用后感 就是我觉得 在操作上 真的没有什么副事材 我这个 我觉得是有少少 大家对它一向的观感 因为它过去XD系列 X Pro系列 都是比较换味重一点的 但是这次这部手机 摆到明 就是复合一些专业用家 所以操控上 都真的会设计得比较 比较接近一些专业用家的要求 不过那些相片 都还保留到富士尾 而且还强了 对啊 因为多了一只新的Philm 怎么读啊 就是 我不懂了 你觉得这部手机 算不算一个真的旗舰APS-C 我定义旗舰很简单 因为我是拍片的取向 如果它可以拍片的格式 是越专业的话 比如有ProRes那些 我就会把它定义为旗舰 我说回影相 其实以往旗舰机 都是一个特性 通常都是链拍速度很高 这部手机当然是厉害 每秒40张的追焦链拍 另外 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会出一部高解像的机种 其实两部绝对是双旗舰 像过去其他品牌都曾经做过 就是 顶级的时候 有一部高解像给你选 或者有一部高速的机器给你选 这次就摆成这样做 是 超级环级的 超级环级 谢谢大家